大家好,我是成都汇制动力的刘德宝 咱们从这次课呢,开始学习一下这个UFT当中的一些自动化对象模型 那陆陆续续会给大家讲一些这个LM的编程 包括一些对象啊,一些什么测试集的一些设置啊 或者是一些编写的方法 那么在我们实际的测试过程当中啊 每次如果说执行的时候,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们直接是点UFT当中什么运行按钮来执行的 但是在做自动化测试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就要无人职守,对吧 也就是不可能有人就没事去点一下它运行 点一下运行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一般该怎么做呢 在这个UFT当中啊,提供了一个这个对象模型叫AOM 叫自动化对象模型 它可以通过一些编程的方法来控制我们脚本的执行 那么呢,我们这次课呢,首先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AOM编程的一些基本的方式方法 那么呢,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创建一个测试脚本 创建一个测试脚本 那呢,还是用比较简单的它自带的飞机订购系统 先录制一个 这个之前已经做过很多次了啊 所以说我这里面就比较快速的搞定它就行了 最好不要用Tab键啊 用鼠标键盘的操作,对吧 啊,这些脚本我就先不管它了,我们先保存,保存完了一刻怎么办? 关闭掉它 然后的话呢,我们呢,通过编程的方法 如果你要加载怎么办呢? 假设我把它先删除掉 好,大家看,点添加 然后呢,选择类型库路径 你先把这个选出来 在哪里呢?在我们的这个UFT安装的目录下面呢 有一个Bin目录 Bin目录里面你找到刚才所说的这个叫QT QT object QT object 我们往下找啊 QT object model.dl文件 动态链接口文件打开 然后呢,需要注意的就是 程序ID你也要做一个定位 那程序ID我们定位的是什么 叫Q-U-I-C-K 没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选一下 大家看一下 你输QuickTest.application就可以了 选中它,就这个 QuickTest.application 没有问题 搞定 然后的话呢,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 首先的话呢,我们先定义一个 等一下,叫QT app QuickTest.application 是不是 然后呢,跟我们之前写法是一样的 先设定一个 设置一个 或者是创建一个什么对象 可以这么说 应该是创建一个QTB对象 对吧 那么里面跟的是什么叫 QuickTest.application 如果写的没有问题的话呢 在界面的右边 同样的会跟我们之前讲Excel 或讲其他FSO操作的时候 出现的一样的 它会出现一个QuickTest 这样的一个什么对象 好,接下来 这个QTB的对象创建好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说启动QTB怎么做呢 大家看一下 QuickT app点 Runch 这是什么? 启动QTB 那光启动不行 我们还得什么呀 让它可以看见 看见它的其他 那Visible等于什么呀 Visible是不是 然后的话呢 我让它打开一个什么呀 脚本 打开一个脚本 那应该是QT什么呀 Open 打开一个脚本 那么这个脚本的路径在哪呢 就是你刚才新建的这个QTB UFD脚本所带的路径 比方说我们是这样子的 把这个路径考骗下来 贴在这边 那么再接下来呢 打开了 我光打开也不行啊 是不是 我得运行它是不是 那所以说Q 应该是QTAPP.test.run 那么运行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要把这个什么测试机给关掉 点Close 好 然后呢 我们把QTB退出来 好 接下来呢 还要做一件事情 我得把对象什么释放掉 是不是 等于什么呀 Nothing 其实写法你写熟练了以后 其实就这几步 啊 就这几步 打开 打开完了后 你得关闭 是不是 那资源得释放嘛 对不对 好 代码呢 我们就写到这一块 然后呢 我们来执行一下看看啊 执行的时候 我们说过把这个360啊 这些 杀毒软件防火销什么的给干掉啊 否则可能会出问题对吧 好 我们运行一下看看 好 大家看一下 运行的时候 他应该会自动把我们的UFD 打开 打开完了一刻执行 整个过程都是自动化的啊 通过一个VBS脚本 你看打开了 运行 好运行结束了 好 把test关了啊 这个时候呢 又会什么啊 把QTP退出来 然后呢 set qt app 带于nothing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最常规的一个 利用VBS编程实现alm 来控制我们QTP的一个脚本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我给大家 还是加个注释吧 这样便于大家的理解啊 好 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 定义Qt app对象变量 好 这个地方是把创建 然后是启动 UFT 是 设置 UFT 怎么样 显示类型吧 你如果说用FORCE的话 它不会显示的 我们一会可以看一下啊 打开脚本 运行脚本 关闭脚本 退出 对下 打错了啊 释放资源吧 好 这就是我们lm 大概这个编写的过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也可以呢 你搞不明白的话呢 暂时弄不清楚的话呢 你可以照着这个脚本先写一下啊 那么我刚才说的Qtapp.visible等于微称 那么如果是那边改造微价 你可以试一下效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都是应该在后台执行的啊 我们执行一下看看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应用程序是启动了 可是Qtb没有出现 是不是 或者UFT没有出现 所以这个的话 它是呢 是定义在后台的啊 定义在后台的 OK 那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 自动化对象模型的第一步的 出 可以这样说 是什么初级的这个M编程 那么呢 我们下一次可能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如何在Qtb当中 或者UFT当中 去调用它的什么样 对象 啊 调用对象 那咱们这次就先讲到这边啊 谢谢各位